听那个我姐夫讲 她说那个医生出来说 那女生说 欸 没效果 自己 结果又一伙儿进去说 又出来 又出来说 欸 有心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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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郭一伙儿又出来说 说没效果 讲话的是 今年才68岁的林先生 去年他进出医院五六次 差点就走了 住院这么频繁 是他的心脏衰竭了 早在50岁时 就发现心肌梗塞 所以主要还是香烟 心肌梗塞 是从背部开始 到医院去就被流下来了 90年那个做的气球扩张书 曾馨医工有说 你知道到手术也没有用 你要换心 那个医师 他本人建议说 你还是吃药慢慢吃康慨 直到要换心 林先生才知道问题严重了 终于把烟给戒了 由于心脏难等 所以决定不换了 就继续追踪吧 但心脏无力是事实 装在身上的去阵型节律器 还曾经两天内 自动电击了200次 也还好有林太太随时盯着 才能救回好几次的命 林先生算是很听话的老病人 有四招要病友们 多注意 一 按时吃药 认真听医师建议 该回诊就回诊 该吃药就吃药 偷懒不得 二 控制水分 一天能喝的白开水 大概只有500cc 若加上饮食上的汤汤水水 总计只能在1500cc以内 三 减少调味料 盐巴真的不能吃太多 盐巴中的钠会造成水分堆积 饮食上减盐是必要的 一天盐份可能只有5公克或3公克 而且酱油 污醋 调味料 都藏有钠含量要小心 无盐料理难吃 但也是有办法解决 那就是多利用天然食材的辛香料 如葱 姜 蒜 香菜 九层塔等等来增加味道 四 最后一招就是量体重 除了减重的人需要斤斤计较 心脏不好的人更需要天天量体重 才能掌控身体水分的情形 最后一招就是减重的水分堆积 最后一招就是减重的水分堆积 最后一招就是减重的水分堆积